你家我兄弟在家吗 我老头出去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进屋说吧 快点 这啥事啊 火烧定这点 咋的了 出大事了 要不我能这事打完吗 我现在都不敢见瘾啊 啥事啊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 大半夜的你们两口都打起来了 你跑我那让我给你调解 完了后来你心脏病犯了 我送你上医院 这事记得不 去的时候我知道 我醒了给晕呆着呢 你醒的时候那是第二天的事了 我说着在道上发生什么事 你还有点记忆呢 没有了 我跟你说啊 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 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 别转一来 你说这事吧 咱们俩走到雪地上 你没走几步 突然就晕倒了 我一看这没气了 我一面打120 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 你咋的 要能看见了吗 不但要已经看见了 拍上了 传网上去了 可能人家是拍雪景 把咱俩给烧上了 最可气把照片给放大了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 那字咋写的 一对老情人 狂吻在冰天雪地里 你说你也是 当时你别看看 出发有没有照相的呀 你说啥 当时我是救你命呀 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啊 当时我要知道 你给我做人工呼吸 我还不如啊 一架过也就得了 不是你 你这说话咋没两个心呀 大哥 任正点啊 你上我家来 你啥意思呢 你说吧 啥意思呢 你是我救过来的 这回你也得救救我 我咋救过 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 哎呀 大哥 我跟你说啊 那可绝对不行 俺家老头啥样 你也知道 小心眼啊 你说你把这个事告诉他 肯定诈面我 回来得气死他 轻的跟我干仗 重的也得跟我离婚 再说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 我儿子儿媳妇 孙女儿孙子 都有了 你说 你让我咋面对他们呢 你说这是这个 你咋面对 我现在已经都面对了 大哥 你救我 老妹子感谢你 你这么点 救人就到底 这事吧 你就自己担念得了 你别说 别人是我就完了呗 我 我不说不行 那我成傻人了 我儿媳妇 可我儿子不得黄吗 你晃不晃你得把这事 过成情了啊 你这是啥眼睛 你这是 你晃不晃你 你真是你这对 操操啥呢 啥玩意 晃不晃 黄腾 咋事呢 大哥他儿子呀 开车呀 闯个黄腾 就担心罚这个六分 不罚了 我俩刚刚来呀 嗖嗖嗖嗖 闯两个 都拔了 呀 大哥 你过来来 小元呢 这就是我跟你说 那个好人 王大海 你好王叔 你好王谁 最害 默默嘻嘻嘻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家 他是个老光棍的 他哪有喜欢人 你找他 我这找你不有事吗 我还正找你 你领寄着 上你家找一拳没找着 行 上我家待一会儿 没想到你改字 你介绍一下 那个 是这么回事 我们报社举办一个活动 要评选社区好人 我宋叔极力推荐您 说你是个大好人 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 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来 对呀 推你了 王叔 那咱们开始采访 采吧 那就采 你坐着采 坐着采来 你坐着 坐着采 王叔 听说你在社区 专门为人搞调解 我就是闲点 我茄茄的 我东家调西家调啊 调的一堆麻烦 咱就说那天的事吧 那天的事吧 你们一下说的 我大哥这个人他都是谦虚 对呀 大哥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的确是谦虚 咱就这么说吧 就他这点退休金 再加上他平时捡点瓶瓶罐罐 卖那么点钱 就这经济条件 还报了六个老太太 啊 这个服装费 你把话说全了行不行 是什么事啊 记者同志啊 我们社区要搞文一演出 我给卖着服装 送我老伴包起一个 我老伴是单包的 但给我老伴做个旗袍 脑袋运了 那旗袍啊 就那开线 到这儿 到这儿 你说那是开线的 那啥这么事 那天哪我当报幕员 穿的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采访差不多了 大师哥 你家不有事吗 有啥事 我采访 得死 你这采访 我也没说人话呀 对不起啊 我激动啊 你说你说 你别人瞎惨了啊 记者 你踩的 好好好 踩的 那个记者啊 这个事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好 七十吧 那个七十吧 我大哥这个人跟你说啊 就是啥呢 说的少 他做的多 对 大哥这个人 真是个好人 原来我啥人 我告诉你啊 我那小心眼 像真饼人似的 那我老伴跟你说句话呀 我都压抑半年呢 都抑郁了 你看 现在要大哥给我调点 就我的心态 老乐似的 没想到 这边唱个歌呢 我心学一首歌 要给你唱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去看那美丽的歌山花 去看那美丽的歌山花呀 看开雪山上 来 走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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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吼着呢 我都给调疯了 你就这么说吧 就没大哥呀 就没有我今天哪 就没有大哥 就没有老伴这条命 啊 这么说 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 可不是咋的 就因为救他呀 可不是吗呀 我跟你说句句啊 有这么回事 要没有我大哥 给我们两口调解 我根本都没发火 你看我老头那小样 人小心眼还小呢 我跟哪个老头说话 就说我跟他有事呢 我瞅哪个老头凉眼 是我跟他飞眼的呀 我又打了电话 让我按点提 看看对方是谁 有一天我生气的 我就没给他按 你就得按 我就不给你按 你就不给你按 我就不给你按 我当时咔嚓一下 给我宋婶打了 电话还要我拽洗碎 然后我就跟他家扭走开 他一走我就蒙圈了 他说完了 这肯定是有缘了 这朋友啥意思啊 我想不开了 我就把他窗一咬踹 就搜一下我就出去了 啊 跳楼了 嗯 你咋不好好想想呢 哼 没跳之前呢 我啥都没想 等我跳出去以后啊 不想连遍的 我就想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玩了 就回去 还能回去了吗 就咱那地为地呢 还能倒回家 是 那倒回了 你家住几楼啊 二楼 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 直接就下去了 你是不是没跳过 一瞅就没经验 不信你回家 你跳下去试一下 就人家跳楼那时候 思维特别秘密 是啊 你就给我怎么忘了 跳到哪呢 一楼半 你看看还能想起 别的事儿了吗 对 那时候我就已经 跳到一楼半了 到一楼半的时候 我还想啥呀 就往下掉 胡同一下 就着陆了 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 我就看了眼前 就花花草草的 我一看 这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 哎呀 带阴呢 正陶醉呢 我就发现 屁股底下 心血儿心血儿的 我低头一吵 骂呀 有个天使 天使 我 当时我给楼下浇花呢 他给二楼搜家就下来了 一屁股就砸我身上 我住俩月圆 他啥事没有 腰桌太烦了 你这都能做的了 什么的 你这同志啊 大哥这世纪养的 采访差不多了啊 你家没有事儿吗 赶紧回进去 你老年我干什么玩意儿 你说我这关键事儿还没说呢 你还有啥关键事儿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说的话呢 你说你要平衡那社区好人 我就平衡那我不也是坏人吗 快说快说快说 但是我怎么说呢 你说我长一千个嘴 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 大善人人 别说我成啥人了 来你们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 哎 咋的呢 你瞧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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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吗那人 是我 你妈你可真疯狂啊 哎呀 那爹那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呗 啥子都能看出来 你我的妈呀 大哥我不是说你哦 你要早你早会有质量点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你看长得自为疗牙的 你也真能下得去嘴 你心的啥呢你呀 你想哪去了 你看我都提成这样 我那是救命的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呀 到底是咋何事啊这是 救人呐 他心脏病犯了 嗯 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救到别人给他拍上了 就传网上去了 现在这事我跟谁说 人也不信 你说你个完蛋吧 这事好办呢 你把你那个自嘴撩牙的 跟你找出来的 给你证明一下不就碗刺 就是人 找着了 人家不承认呢 为啥呀 人家说有儿有女 无法面对 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 心眼小 怕两头打仗闹离婚 说的话丧良心 什么玩意儿 给你把你老伴救了 你还有多不小心眼呢 踢死我 你只留去 找他找 喂 那兄弟啊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我现在就这么个人 大哥 那我问你 如果你是那个老头 你应该怎么办 义无反顾的站出来 这事大哥 你不用担心 如果那个自嘴撩牙 他要不承认 老伴 顶个人见 就听大哥证明一下 兄弟啊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不用顶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 只嘴撩牙 就是他 就是你媳妇 我救他呢 你看 考验我 别弄 咱们 我可以帮你盯上来 但你别整真了 兄弟啊 剧血百年来 来你们核对一下 看是不是 来 你帮我放大 我看看 一毛呀 你看 你看这眼睛这雾都还靠着呢 主要是 吃吃嘴撩牙呀 你干嘛 你干嘛呀 那撕你你为啥不早站出来呢 你看把大哥奶味的 蛮老挂是汉的 你做人得讲良心呢 我怕你生气 你不小心眼儿嘛 哪想 邪到三五里哪想 咱们哪 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哪 扑风作样的 把好事给说成坏事 那以后这个社会上 谁还敢做好事呢 咱们这个社会呀 需要正能量 需要大哥这样的人 老伴你就记住老头儿一句话 只要你不离不弃 我就生死相依 别吵醒 就别说大哥给你做人工呼吸 就大哥亲你了 就到我面儿亲你了 能咋的 你来起来吧 能咋的 老头子 你干啥去 我干啥 我站两台上 偷偷去 老头子 你去等他呀 老头子 哎 老头子 哎呀 去兄弟啊 你等我一会儿 我给你当天使去啊 你等我 真的 这副怎么好感人呢 赶紧记录下来 你好 我来 我来 你 什么 我来 我来 我来